我认识美国现在策略这个方案 就是支持这个暴徒 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例子 别有用心 借着现在我们香港 是出现一些社会的动乱 或者一些社会不安的状况的时候 他们是透过他们其他一些人权 公义知名 在香港里面 是捞取他们希望得到的一些政治的利益 但他们这些的做法或者策略 是不能够产生任何的效果 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的繁荣发展 是全世界人有目共睹的 美国来出台这么一个华案 正好是暴露它在香港这个事务上 他们的这个险恶用性 想来达到颠护一国两制 想来迫害香港的长期的环容稳定 我觉得是绝对是 好对我们不公平 也都是他们粗暴干预 我们本身 香港 现在我们国家这么强大 所以我们香港人更加要珍惜 有祖国做我们的后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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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